抬走下线 厉害 又打成了韩德军一个2加1 孙明辉 节奏非常好 一直在吊着大汗 大汗也不敢上 又打了你 中圈挑球 赵继维突破到内线之后的上反了 而也拿到了辽宁队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好球 这球没上进真可惜啊 球传得非常漂亮了 胡军秋要位 刚说完 硬啊 孙明辉这边面对赵继维的防守 其实赵继维完全没有丢掉自己的防守位置 但是这一阶段我们说 胡军秋整体的气质已经打出来了 明显是信心不足 孙明辉的抢断 这个球也是啊 这个球在空中时间太长了 给了若瑟球员很长的时间去夹击啊 因为这球啊 我们看郭尔伦遇到夹击之后的 那天进攻夹击 再放孙明辉投一个 信心上了 二中一的三分 其实在复赛阶段 今天赵继维 这是孙明辉比赛第三个抢断了 不敢走下线了 就后面跟了已经 贺天局2加1 这边是贺天局 被孙明辉打了一个2加1啊 看看这个 这个你孙明辉知道 指了一下前边 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防守变化啊 这个球啊 让我想到了库里达保罗那个球啊 还有一些办法啊 赵维浩 再来一颗 本场比赛的第一季三分 这球还挺危险的 哦孙明辉 左手的完成 现在打球节奏啊 这个自信心啊 对抗能力真好啊 现在 而且他现在这个左手 右手 这边我们看两个人堵枪眼 把这个球堵下来 还是慢 球太慢了 上球 刘征的第一脚三分 再投进 刘征进攻端 看时间 孙明辉 真坚决 这个关键球啊 今天孙明辉都投进了 孙明辉 直接要3分 天哪 今天孙明辉啊 超巨啊 真的是超级巨星啊 抬走下线 厉害 又打成了韩德逊 一个2加1 孙明辉 节奏非常好啊 一直在吊着大汗 大汗也不敢上 又打你 罚中之后 孙明辉半场 目前拿下19分三进 孙明辉 转换 等一等队友落位 胡金秋的中距离 胡金秋这个接球完成这一下 大汗 这个球想领给郭艾伦啊 直接被抢断了 那又是一个机会 哇 刘征今天也是火力全开啊 哎呦 又是孙明辉 面对郭艾伦 造成了犯规上华球线 三半场其实也打了这个底线战术啊 没打出来 呼呼呼呼 这是抢起 这个球呢也不讲道理 这种两分呢 现在广沙其实是可以承受的 对不解渴啊 这个 哇 孙明辉 还是换手 还是换手 孙明辉 杀的眼红了啊 内线其实有机会了 就是没给 就要自己打一个 对这个球你就明显感觉 30分 六个篮板 八次助攻 三个抢断的孙明辉 没有可能 郭艾伦对李金龙 普京丘的进贡篮板球 这场比赛的输出很稳定 这球给了梅奥一个打手犯规 这位是不是三分球啊 孙明辉三爬全中 胡京丘和孙明辉来打挡拆 这边孙明辉上来就抱着球 直接杀内线 造反规上 把球线 刘正恩的三分 还是要多得点分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125比110 最终广莎其实是在整场比赛 都握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领先优势的情况下呢 在副赛阶段战胜良音队 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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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